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22日 在上一次的节目谈到了 这几天拜登就会决定要不要退选 结果呢,昨天下午拜登就果然宣布退选了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在促成拜登退选这件事上 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苏默起到的关键的作用 在民主党的这些政客当中 苏默可以说是第二号的人物了 因为现在众议院的议长是共和党 在一星期前苏默就约谈了拜登 跟他说 现在民主党参议员大多数都认为说 你赢不了川普 而且呢 会把其他的要竞选连任的参议员 中议员民主党也有可能给人类了 那些关键的州关键的选区有可能就选不上了 所以呢 大多数的民主党的参议员都建议拜登退选 那苏默他就从三方面劝拜登要考虑 第一呢 要考虑到自己的历史名声 第二呢 要考虑美国国家前途 如果川普再次上台 那美国的民主制就会有可能完蛋了 第三呢 要考虑到这个国会选举的前景 拜登呢 就表示说 给他一星期的时间考虑 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六的下午 拜登呢 觉得跟苏默说好的这个时间 这个节纸期已经到了 就打了电话 叫来了两个人 一个呢 是白宫的法律顾问 一个呢 是拜登竞选团队的负责人 由这个竞选团队的负责人 向拜登出示了 他们内部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 就显示了 就显示了 那些关键的周 拜登呢 还是落后于川普 所以拜登呢 就下最后的决心 就决定要退险 就由这个竞选团队的负责人呢 起草了退险的信 然后呢 又由白宫法律顾问 就做了下一步的安排 因为有一些跟法律有关系了 然后通知了拜登的家人 第二天 也就是上个星期天的上午 拜登呢 就通知了哈里斯副总统 然后 在星期天呢 1点45分 拜登就召集了助手们 向他宣布了自己退选的决定 然后过了一分钟 就把那一封宣布退选的信 就发出去了 发到了网上 就轰动了全世界 我怀疑呢 在苏默找拜登谈话之后 拜登呢 其实已经决定要退选了 但是为什么不急着宣布呢 如果在共和党大会召开之前 或者期间宣布退选的话 那么那些共和党的政客 在大会上就会把矛头转而对准哈里斯 那么等到他这个大会开完了 他再宣布退选 就让共和党失去了一个攻击哈里斯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在共和党大会上 对拜登的攻击就都落空了 没用了 所以拜登虽然年纪大 行动不方便了 讲话呢 也没那么利索了 但是脑子还是好使的 这种政治敏感性 政治所望 还是有的 拜登虽然还有半年的时间 他这个总统的任期裁判 但是接下来的半年 他也不可能干出什么大事了 主要都会在帮着哈里斯竞选了 所以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是结束了 我们也就可以对他担任总统的政绩究竟是怎么样 做一番评价 他做出来的最主要的政绩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是打败了川普 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 是挽救了美国 第二个政绩呢 那是领导美国 就走出了疫情 而且恢复经济恢复得不错 现在呢 美国的经济形势 其实是很好的 失业率非常的低 通货膨胀率也得到了抑制 美国的股市更是好得不得了 第三点政绩呢 他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法案 跟基础建设有关的法案 跟医疗保健有关的法案 应对气候变暖 控枪的法案 以及呢 要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 包括像要促进芯片 研发生产的法案 所有这一系列的法案都很重要 拜登呢 可以说是自从林登 耶和逊总统以来 通过重要法案最多的一个总统 第四点的政绩呢 是在国际上 让美国又回来了 又成为了自由世界的领袖 扩大了变约的作用 支持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侵略 他也有做得不好的 在一些方面 第一呢 在团结美国社会方面 做得不够好 也就是重建的工作 要把被川普破坏的一切呢 再重新建起来 这个过程 本来就很难的 但也没做好 但是这个责任不能怪他了 主要的责任呢 是共和党变得越来越极端 反而呢 更加紧密的去团结上 川普的周围 让川普东山再起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能怪拜登的 第二个呢 在经济上 一度出现了 通货膨胀高涨 是这么几十年来 通货膨胀最严重的一次 那这个其实也怪不到 拜登的经济政策 因为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 但是呢 毕竟是在他治下出现的 所以呢 人们还是要怪到他头上的 在国际上 他有一些事情也没处理好的 比如说 阿富汗扯军 这个工作做得很匆忙 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对他的形象影响很大 其实拜登的支持力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下降 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恢复了 另外在哈马斯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呢 拜登就宣布 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反击 然后在以色列对加沙 实行种族灭绝的时候 也没有说真正的做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其耶稣以色列 这个对他的民生影响也会很大 但不管怎样 按美国的标准 拜登的算得上是一个好总统 他吃亏就亏在 当总统的时候 年纪已经太大了 没法说 继续干下去了 这个也并不说 我对他才这样评价 今年美国社科协会 下面呢 有一个研究总统的分支 有这个分支的那些成员 就是一些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 他们来投票 对美国历来的45个总统进行打分排名 拜登排在第14位 这非常靠前的 川普排在第45位 也就是说公认是最差的一个总统了 这一次 拜登宣布退选 对他的历史地位 是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 这就是为什么 树莫建议他 你要考虑到自己的历史名声 如果拜登坚决不退选的话 那么如果 赢了川普 那接下来的四年 你说能够淡出多大的政绩人 超过他这一节的政绩 这个可能性呢 也不高 但是万一输给了川普 那就成为千古罪人了 他现在退了 换了哈利斯上 如果哈利斯输给了川普 那么拜登也没有责任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他会输给川普的 如果哈利斯赢了 那么拜登的名声就很好了 相当于让闲 如果拜登早一点退下来的话 他的历史地位会更高 现在仓促地退下来 而且是破压力退下来 让民主党匆忙地换人 换上的哈利斯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如果拜登去年年底就宣布 不进行连任的话 那么让共和党能够通过党内初选 选出一个比哈利斯更理想的人选 来战胜川普的话 那么拜登的历史地位 评价就会更高 如果拜登不退选 跟川普竞争的话 也并不会说就一定会输给川普了 两人现在的选情 只能说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拜登还是决定要退选了 虽然是迫于外部的压力 他也完全可以不顾的 如果说他坚持不退选的话 别人就拿他没办法的 他毕竟是已经经过了 党内初选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了 但是他还是决定要退选 这个是很难得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手里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这样就不要了 本来还有50%的可能性 能够继续掌权了 但是主动放弃了 这个是非常的难的 所以拜登可以说是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 艰难的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他宣布退选之后 可以说是好评如潮 不仅民主党的政客纷纷的 在赞扬他民主党空前的团结 在那之前民主党已经分裂了 有的要支持拜登进选 有的反对他进选 那么他现在宣布退选的民主党 就都团结在哈利斯周围了 然后对拜登一片的赞扬 不只是民主党这样 有几个共和党的政客也在表扬 拜登是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了个人的利益之上 还有包括美国盟国 那些领导人也都纷纷的 在赞扬拜登一类 他们将心比心 觉得自己要走出这一步 放弃权力的话 可能是做不到的 很难做到的 川普是不可能做到 我说他退选了 他像他这种人 他肯定有可能的话 是要干到事的 如果川普又再次上台的话 我想他肯定是要向方设复 一直要干到事的 所以他是没法理解 拜登的这种做法的 所以为什么他退了 反而成了英雄的呢 他还在把拜登当成对手 而不是把哈里斯当成对手 而不停的发帖子 都是在攻击拜登 在骂拜登 好像拜登还在竞选一样 还在幻想着 拜登会重新回来竞选 认为说拜登并不是真正的退选 这个呢 就像 哦 本来两个老头 已经约好了 要打内台了 结果呢 对方突然撤了 换了一个年轻人上了 那么作为川普这一方的 当然了 是很不满的 很气急败坏的 觉得呢 被甩了 关于拜登退选这事 也有外国记者 去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林怎么看 那毛林只是简单的说 就美国大选 是美国的内政 我们不予评论 他确实要免法评论 你总不能去赞扬说 拜登激流涌退 因为年纪大了 就退下来了 是高风亮节吧 因为习主席年纪也很大了 而且呢 是准备要干到老 干到死的呀 即使说 哦 有很多的中国人 对习主席这么干 很不满希望习主席早点退休 也没有人敢公开的这么说的 不像美国 有那么多的人觉得说 拜登太老了 应该退下来 就敢公开的要求 他退休 包括民主党内部的人 也都敢公开的出来说 因为这么说的话 是不怕遭到报复的 美国毕竟是有言论自由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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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